好,4月中到5月上旬是童花开的季节 花莲市公所连续三周办理了三场次的来聊童花小旅行 那么市长魏家燕表示 花莲市童花小旅行透过走进客庄农园 参与采损的初体验 品尝客家美食 可以感受到在地的好客风情 4到5月份是童花开的季节 花莲市公所连续三个星期举办了三个场次 订定载行来聊童花小旅行 透过走进客庄农园参与采损出体验 品尝客家美食 感受到在地好客风情 今天是我们客庄所的童花季 那有办了我们小旅行 那我们活动的主题是 婷婷A行 赖撩童花 那也希望说我们客家的更多的一些传统文化 以及意向能够被更多的 我们花莲市的好朋友们知道 那未来客庄署会办理更多的 相关的客家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小旅行 那也欢迎大家都来参加 最后也要谢谢我们今天的仪惠军里长 那特别的也来出席 那跟我们所有的 报名的好朋友们一起参加这次的活动 那再一次的跟我们所有市民朋友 说一声谢谢 市长温嘉燕表示 这次活动开放报名15分钟就报名而满 显示大家对花莲市举办的活动非常有信心 相信每个人也都可以玩得十分愉快 市长也强调 未来花莲市公所会持续开发更多的游城 邀请民众在游玩当中 深入认识地方的文化和历史 借了一回欢市报道